509大选前,成军不到两年被孝氏文子党的成信党还有土著团结党 那他们都是党员不多,规模相对比较小的政党 但是在希望联盟执政中央之后,这两个政党基层人数就立刻不同了 一下子快速膨胀 成亲党老儿沙拉胡丁昨天晚上在柔佛出席活动的时候 特别提到他们在大选之后的这两个月里面 申请加入他们的党员人数暴增了200% 那当中还包括了非穆斯林呢 就算在一败涂地的吉兰丹,他们说党员同样持续在增加 希望联盟吉兰丹州主席胡桑木沙 昨晚为丹南美达区部主持开幕仪式 现场也迎来了300位新党员的加入 胡桑木沙说,虽然吉兰丹成信党在选举中惨败 但阻止不了该党的壮大 成信党在吉兰丹新增了47个支部 并放眼下届大选要拿回单州政权 另一方面,新党员人数同样暴增了 还有土著团结党 土团党宾州主席马祖基 昨晚在出席活动之后 向记者表示,乌统如今已经过时了 他相信土团党能够取代乌统 untuk mereka pimpinan nak menyertai parti kita kita perlu buat tapisan dan kita perlu serah kepada pucuk pimpinan Majlis Presiden untuk memutuskan sama ada menerima atau tidak tetapi kalau untuk ahli biasa, kita terbuka